鼓勵台灣圖書館舉辦 真人圖書講座活動為期三年 而今年首度以吉南救助為主題 邀請到紅十字會 一同舉辦生活必備 自保術講座活動 其中最吸睛的 就是針對視障民眾 提供義務梗塞自救法 及CPR的教學 讓視障民眾能夠透過 專業的管道 習得救人的技巧 以往視障朋友他們會認為說 自己看不到 他無法去學習這些 救人的一個技術 那我們這一次紅十字會 幫我們開發了一個 教導視障朋友做CPR的一個流程 那我們也很高興能夠邀請他們 來我們這邊做教學 用手指觸摸的方式 代替用眼睛判別 將視障在視障者的角度 提醒應該要注意的技巧 不管是義務梗塞時 需要用到的哈姆利克法 或是心肺復蘇數的SOP 在下都有志工及教練們 從旁協助 讓視障民眾有問題就能馬上解決 那視障朋友的話 對於CPR的操作方式的話 跟一般民眾的話 是的確是比較不一樣的 所以由今天的這個場合 以及機會的話 讓我們的話 來慢慢的來教視障朋友 來如何一步一步的來 讓他們了解CPR的重要性 以及CPR的操作 接下來以分組的方式 進行教練一對六的示範教學 讓視障民眾可以直接實際演練 如何判定患者是否需要急救 如何辨別急救時 雙手應該放置的位置等等 都能模擬一遍 將學到的技巧更能融會貫通 妳是第幾次上這種急救 第一次 我很感恩我今天能夠學到 那不得已需要用上的時候 我就會了 那我也希望 雖然我的力量也許失利的不夠 可是我真的很希望 因為我會的這個可以救了一個人 除了講師教學 國立台灣圖書館 也準備了極難救助相關的書單 提供給參與民眾 讓民眾擁有更多學習的管道 我們有整理了很多的 有關急救健康方面的圖書 那我們也有做相關的書單 推薦給我們的現場的朋友 我們的書單呢 除了一般民眾可以在書架上面借到之外 市藏朋友也可以在我們的 市藏電影資源整合潮流系統上面下載借閱 所以歡迎大家一起來閱讀 從急難救助的課程 讓視藏者了解到自己也能救人 進而感受到自我價值的提升 在未來如果真的面臨急難事件 也能奉獻一己之力 莊家新聞 張家慈 綜合報導